这已经是你今晚第三次对着这个文件上笑了 不用嫌我 这是你也已继日完善策划的功劳 既然已经达成了长期合作 以后说不定有机会能见到 某人不是最喜欢惊喜和神秘主义吗 之后的行程 明天再计较 原来你是靠这种方式推理的 原来你是靠这种方式推理的 就直到你看到了肯定会闹腾 睡觉 我可不想明早赶火车的时候 还有一个笨蛋挂在我身上不叫 不用这么紧张 我以前听过摩依斯先生的讲座 氛围很轻松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自愉快 那不妨将现有公司作为新公司的子公司 闹入伤势范围 怎么吃饱了就困 给困了的笨蛋准备提神的东西 忘不了 某人晚上赶工喜欢吃油炸食品这一点 完全没变 想听表员就直说 不过上课被老师抓包 比如 某人的学校生活确实丰富 是吗 你紧张什么 不着急 我们还有一杯咖啡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累了 出去行行酒 刚闯满华瑞不久 问题太多了 布置小游戏是 莫伊斯先生的 想做惯例 上次是别的题目 喝咖啡看夜景 只是休息方式 和某人喜欢半夜 赶作业的时候 吃夜宵一样 有一个问题 他上次也问过 就是影响 投资的情绪因素 不过上次 我什么都没写 几年时间过去了 白纸上倒多了个答案 嘴角笑得都快飞起来了 你可以亲自试试 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 在这儿等着 别乱走 这个火车站有 还乘逛光光车 现在正好还有最后一班 能否邀请你与我同称 美的莫贼勒 在身世之前 我是个商人 这毕竟是我唯一一个 想要永久入骨的头子 要抓牢了 我什么时候害怕过风险 我早就准备好 所有的耐心与精力 去经营他了 还在忙吗 某人因为拖延症 积攒了不少收藏的课程 终于开始推动进度了 现在在学什么 你公司最近似乎没有 资金上的问题 确定不是因为某人 前几天总觉得钱不够花 所以才想起来学吗 钱的本质是用来花的 会花钱 想赚钱的动力就业组 别高兴太早 几个季度之后 我会从财务报表里 看你学习的成果 规划很重要 但不用为了死板的规划 让自己过得不舒服 资金的用处 每个月都会有变度 不需要用固定的比例 去归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只要储蓄的资金不贬值 就算理财成功 差不多 不过也有一项 不会升值的必要投资 带某人吃后而乐 并赚到一个快乐的笨蛋 这个买卖的收入 对我来说比你想象的赚得更多 我来说比想象的赚得更多 账带某人吃后 我来说比想象的赚得更多 因为我还要做变度 我来说比想象的赚得更多